所以 台灣的水果是怎樣 現在台灣的水果 台灣的農產品 如果沒有政治採購 沒人買就對了 喔 你們就對台灣的水果 這麼沒信心啊 今天有這麼難吃 今天放上去就 沒有辦法跟新加坡 沒有辦法跟東南亞的水果 有任何競爭力嗎 不然你為什麼會覺得 你馬上就可以講出這樣的話來 你都不怕得罪 這些種水果的農民嗎 我的水果是多難吃 所以你以前不會處理 不是你煩慢 我如果是我們煮得不好吃 那這樣 明明台灣的農產品 明明台灣的水果 本來就很優秀啊 所以你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聽不懂 你現在在講這件事講什麼東西啊 那當別人去到新加坡 有這樣的一個成績了以後 那你們就一路的看衰 一路的唱衰 這才叫做唱衰台灣 這是百分之百的唱衰台灣 那你為什麼唱衰台灣呢 就證明了 你有愛高雄嗎 你沒有啊 你有愛台灣嗎 你沒有啊 你只愛政權而已 沒有政權 台灣人要死掉了 阿公要打過來 就一個中國了 沒有了政權 你們這些就是被政治採購 你們被統戰沒有明天了 沒有政權 什麼消費都說得出來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怎麼會這麼可悲 然後你說 難道新加坡的這些採購 叫做政治性採購嗎 我告訴你什麼叫做政治性採購 我們買人家的F16戰機 就叫做政治性採購 所以 你也是買買啊 那不是這樣 那買了以後又怎麼樣呢 不要一天到晚扣帽子 然後亂扣帽子 也不要這樣子傷害我們自己的農產品 不要這樣子傷害我們的農民 那這樣子就能傷害到韓國瑜嗎